聊美聊男数大公开!翻墙的记忆张婷胡、杨晴!脸红眼纪大考验! TVBS女人我最大位在明晚8分之3,节目公开各式聊美聊男数,特别邀请到翻墙的记忆演员张婷胡、杨晴、张峰豪,并请小凯老师和吴依林老师担任评审,用筹签方式来配对印人房思余、杨晴和美, 以演技PK考验各式男女触电心动桥段,只见这些男神女神使出浑身解数展现聊人演技,节目中张婷胡、杨晴甚至因为防思于杨晴的心动聊男桥段,两人不约儿童的害羞到当下耳朵赤红,频频傻笑以对。 和这些年轻演员聊到翻墙的记忆,主持人蓝心梅则表示,我个人非常看好,因为我很喜欢你们的导演,何润东。 年轻演员们第一次上《女人我最大》不免有些紧张,主持人蓝心梅笑说,我们节目真的没有那么严肃了。 还加码爆料杨晴之前碰到她也非常紧张,将话聊天都还会发抖。 杨晴这次在翻墙的记忆饰演帅气又有正义感的女警,但在《女人我最大》中为了挑战聊男演技,特别双手捧住杨子怡脸颊,还深情对望。 没想到因为两人四目相接,太近距离,让杨子怡瞬间害羞到耳朵泛红还大喊,很可怕耶。杨晴眼睛很会放电。 轮到房司于PK演技时,她则利用和张婷胡聊逛街话题时,就顺势拉起男生的手臂勾住自己的肩膀,还双手握住张婷胡的手并拦住男生的腰,呈现小鸟依人撒娇状的要男生带她去逛街。 面对这种可爱公式,张婷胡也不免言嘴害羞笑了起来,双耳也瞬间羞红。 不过也许是房司于手臂里道较大,张婷胡边摸住自己泛红的耳朵,边搞笑说,手有点痛。 而翻墙的记忆导演何润东也趁后制空档,特地来节目录影现场探班,为这群演员打气,没想到被临时拉上镜头,还与张风豪配对,上演溢出脸红心跳的男男搭讪桥段。 只见张风豪大胆地启用聊魅画术宝典,直接向导演开聊,望住和说,你知道现在2017跨到2018,我还差了一步吗? 就是你出现在我的户口名部只见何润东一脸,傻眼猫咪样,恍然大悟地说,原来都用这招窝。 拍摄过程一直在装心醇。 傻青了就知道了。 拍摄过程度